你程式做好之後 比如說兩個 你要做兩個按鈕的話 我們可以做出正式一點的 或者是做比較不正式一點的 那什麼時候做正式一點呢 就是說如果真的這個工作是 這個東西是你們老闆叫你做的話 那你就做正式一點 那如果說呢 你不希望你老闆知道你會做這些事情的話 那你就做比較不正式一點 不然他會知道 你好棒喔 按一個按鈕就可以了 哇感覺你 很厲害要不要教大家一下 或者是說你效率提高的都給你一些事情做了 所以之前我有問過同學 他後來好像 真的事情就變得 比較 就是說時間就多了很多了 然後呢 我問他說你會不會跟你老闆講說你學會這些了 他們都說不會 就是偷偷的做 而且甚至可以把按鈕藏在別的地方上面 最後下班前再按一下就好了 那其他時間就裝忙 這個 嗯 所以 後來發現老闆是不是要自己來學 不然怎麼會知道 這個 員工在做什麼 OK 老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 這個也把它刪掉 這個有點愛 假設我今天需要 在這邊做按鈕的話 那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從這邊插入表單控制項 的按鈕 那下面有Active控制項 這個 我們盡量不用這個 因為這個 相對的比較複雜 比較麻煩因為他還要 他去建立什麼事件還要設計 太麻煩了你用上面這個比較簡單 那這個做法是說第一個我的習慣就是點他一下 第二個的話在旁邊拖拉出一個大小 大小有你決定 你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不過就是說 最好兩個尺寸是一樣的 那展開他問題說你要用按下他的時候 去執行哪一個程序 那他的名稱會叫聚集 我們用我們這個地方 選其中一個 門號 我的習慣是 把這個門號兩個字順便把它複製起來 為什麼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 因為他會叫按鈕4 所以呢我們當然省一點時間嘛 我講過就是其實 懶人的做法了 就是最好是按一下 不過我覺得他這個設計不好 應該他應該自己幫你把 把名稱放上去就好了 不過 以後可以 會不會再下個版本 會不會有這個進步 不過沒有的話 沒關係 你就把剛剛複製貼上去 就會多一個門號了 那再來就是說插入什麼 第二個清楚 清楚 清楚 不過有可能有一種狀況 你再怎麼拉 就不會一樣 不過沒關係 先拉個大概好了 假設我這樣拉 然後這邊叫清楚 所以一樣 選取 複製 然後在這邊 就是貼上 那如果兩個不一樣大的話 有什麼方式可以調整 當然很簡單 按右鍵 你不要點他 因為點他就執行 按右鍵 這個時候會有 這個好幾個端點 你可以這樣移動 對不對 再移一下 可是如果實在是移 再怎麼移都不一樣大的話 教過一個方法 就是 再選這個 按Ctrl鍵 兩個一起選 上方會有個格式 這個格式做什麼用途呢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 這兩個有沒有 他的格式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這邊有個叫 大小的 可以用一樣的 另外的話 還有對 這個對齊的話 是說如果他的 這個左右 不一樣 那你可以怎麼樣 對齊 比如說對齊 那個 靠左對齊 比如說兩個一直靠左對齊 然後 大小的話 你可以 高度跟 寬度 設為一樣 但是 問題是你現在不知道他多大多小的 你可以按右鍵 然後這邊有一個什麼 控制向的格式 那這邊的話有個大小 最好你就給他一個 好像差不多的一個 比如說一公分好了 比較好記的 那這邊改成三公分好了 那以後的話有沒有 就兩個都改成什麼 一樣也可以啦 大小有沒有 這邊改成一公分 這邊改成三公分 那就會一樣大了 OK 這樣的方法 然後最後再按 Ctrl鍵 把兩個格式 對齊 靠左對齊 OK 這樣的話就OK了 好 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 我們要執行他 按下門號 如果沒錯的話 應該會出現 清除 OK 這兩個就OK 那另外 你們可以試試看 插入什麼 圖案 比如說一個笑臉 我們剛剛做過了 然後這邊 這邊還可以改顏色 按右鍵 聚集 這是門號 那還有一個清除 插入一個 圖案 這邊有沒有一個叉叉 然後這邊有個稱號 拿他來當叉叉好了 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 可以再 換個顏色 按右鍵 指定聚集 清除 有沒有 OK 按下去 清除 這樣的話 這兩個如果你覺得 不要太正式的話 那就用這兩個 甚至 插入裡面的美工圖案 也可以做 OK 不是只有圖案 甚至插入圖片 也可以 OK 這裡的話 想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如何 把剛剛兩個程序 變成 兩個按鈕 按鈕的話 可以比較正式一點 或者比較 輕鬆一點 都可以 好